第六十八章 一次夏季舞会 当天就在党格拉尔夫人和检察官先生在他办公室做长谈的时候 一辆敞篷旅行马车驶进埃尔代界 穿过二十七号宅底的大门停在了院子里 片刻过后车门打开 但莫瑟夫夫人扶着儿子的手臂下了车 阿尔北送母亲进屋后 就吩咐备水洗澡并且套车 贴身男仆刚伺候他装束妥当 他就登上马车指使香榭丽舍林英大道基督山伯爵的府邸 伯爵带着一贯的笑容迎接他 这真是件怪事 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仿佛谁也没法向那里面多走一步似的 有些人想 不妨这么说吧 想强行闯入他的心灵禁区 可每次都撞在了一堵墙上 莫瑟夫本来是张开双臂向基督山跑去的 尽管伯爵脸上带着友好的笑容 但阿尔北见了他却不由自主地收起胳膊 只敢伸出一只手去 基督山呢 仍跟平时一样 只在对方的手上轻轻碰一碰 并不握紧 莫瑟夫对他说 瞧 我来了 亲爱的伯爵 欢迎 我一个小时前刚回来 从迪耶普回来 嗯 从特雷波尔 哦 是吗 我一回巴黎就先来看您了 瞧 您真是太好了 基督山说这话的口气 仿佛在说一桩毫不相干的事情似的 哎 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消息 您问我这个外国人有什么消息 我问有什么消息 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为我做什么事 您难道 托我做什么事了吗 基督山做出不安的样子问道 哎 行了 行了 别装作不知道了 有倒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嘛 瞧 我在迪耶普就收到了电流感应 您要是没为我做过什么事 至少总想到过我吧 嗯 这倒有可能 我还真的想到过您 不过我得说明 从我身上发出去的电波 通常不按我的意志 而是自由行动的 啊 当真 那就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事情很简单 但格拉尔来我这吃过饭 嗯 这我知道 啊 加木和我就是为了躲开他才出去的 他跟安德利亚卡瓦坎蒂先生共进了晚餐 哦 您的那位意大利王子 嗯 别说的那么夸张吧 安德利亚先生也还不过自称子爵呢 呃 您说他是自称 我说他是自称 那么他并不是子爵 我怎么知道 既然他这么自称 我就这么称他 人家也这么称他 这一来他不就是子爵了 您这人可真是特别 好吧 请往下说 往下说什么 丹格拉尔先生来赴宴了 是的 和您的安德利亚卡瓦坎蒂子爵 一起用的餐 对 和安德利亚卡瓦坎蒂子爵 一起用的餐 另外 还有他的父亲卡瓦坎蒂侯爵先生 丹格拉尔夫人 德威尔夫先生和夫人 啊 都是些可爱的人 哦 还有德布雷先生 马克西米利安 马雷尔 还有谁来着 让我想想 哦 德加特勒诺先生 他们有没有提到我 一句也没提到 糟糕 此话怎讲 我还以为 如果说大家把您给忘了 那可是郑重您的下怀呢 哦 我亲爱的伯爵 要是大家都没提起我 那就是说 他们心里都还想着我 哎 这下我可玩了 人家都想着您又怎么了 只要党格拉尔小姐没想不就好了 哦 对了 感情的待在家里 也照样能想您啊 嘿 我刚肯定没这事 除非 他是以我想他的同样方式在想我 奇妙的心灵感应 这么说 你们俩彼此都在恨对方 您听我说 要是丹格拉尔小姐肯发善心做出牺牲 让我不必为她这样受苦受难 要是她能开恩 让我摆脱我们两家定下的婚约的羁绊 那我就真的是感激不尽了 总之 我觉得丹格拉尔小姐当个情妇挺可爱 可要当妻子 去她的办 原来您想未婚妻就是这样想的呀 天哪 没错 这样是不怎么客气 这没错 但至少没作假 可是 我这梦想是没法实现的 作为一个通向既定目标的步骤 丹格拉尔小姐是非得当我的妻子不可的 也就是说 她要和我在一起生活 在我身边想心事 在我身边唱歌 在离我不到十步路的地方吟诗弹琴 而且 今生今世 我都甭想甩开她 啊 这真叫我想到就怕 亲爱的伯爵 一个情妇是可以分手的 可是妻子 那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近也罢 远也罢 反正你非得跟她拴在一起不可 要跟丹格拉尔小姐拴在一起 哪怕是远远的 我也想着就心里发出 嗯 您这人可真挑剔自觉 对 因为我常想着一件不可能的事 什么事 嗯 像家父当初那样 我自己找一个亲子呗 基督山脸次发白了 他望着阿尔伯 手里摆弄着一把精致的手枪 把枪黄扣得连连作响 他说 这么说 令尊当初很幸福咯 嗯 伯爵先生 我对家母的看法 您是知道的 他是一位天使 您看他 还是像从前一样 美丽 聪慧 风度甚至比以前更迷人 我刚从特雷波尔回来 换了别的儿子 天哪 成天陪着母亲 要不是为了讨好她 就好比是在受苦意 而我呢 我和家母 形影不离地待了四天 我可以对您这么说 我觉得 自己是在特雷波尔享受 成马波先后 和提太尼亚的谈笑 啊 这四天过得是那么舒心 那么悠闲 那么充满失忆 这种完美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所以听您这样一说 谁都会铁下心来 宁可做单身汉了 可不是吗 我这是因为知道 这世上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 所以才不想操那份心 去取什么当格拉尔小姐 唉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自私 往往会给属于自己的东西 磨上一层耀眼的光彩 在马尔兰或福森首饰坡的橱窗里 闪闪发亮的钻石 到了我们手里以后 就会更加光彩夺目 可是倘若有人证明给您看 还有一颗橙色更好的钻石 而您注定这辈子 只能有这颗橙色稍差的钻石 您想想 那时候心里多么不是滋味啊 难以免俗啊 所以 倘若哪天欧人逆小姐 发觉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子 我这不到十万法郎的家当 跟他那百万家财 是根本没法相提并论的 那我可就写天写地了 基督山微微一笑 阿尔贝接着说 我还想到过另一个主意 弗朗兹喜欢怪诞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把他弄得深昏颠倒 让他去爱上当个拉尔小姐 可是 我用最诱人的笔调 给他写了四封信 他的答复却始终如一 我这人是有些荒诞不惊 这没错 可我还没荒唐到许下诺言 就要变卦的地步 这就是所谓的真诚友谊 把自己只想让他当情妇的女人 去塞给别人 顺便提一句 这位亲爱的弗朗子到巴黎了 不过这跟您也没什么关系 您好像并不喜欢他 是吗 我不喜欢他 我亲爱的子爵 您什么时候见到我不喜欢弗朗兹先生 所有的人我都喜欢 我也包括在所有的人里 谢谢 咱们可别把意思弄拧了 我对所有的人都像天主 让我们去爱周围的人那样的爱他们 我所恨的只是几个人而已 还是讲讲弗朗兹的艾平奈先生吧 您说他回来了 对 是德威尔夫先生把他换回来的 这位先生看来也急不可耐的 要把瓦朗蒂娜小姐嫁出去 就像当格拉尔先生极不可耐的 把欧人逆小姐嫁出去一样 照这样看来 做父亲的 有了个长大的女儿放在家里 心里就会觉得老大不自在 我看呢 他们非得折腾到血压升高 脉搏每分钟九十次 折腾到把女儿打发出门才会完事 可是 人家德艾平奈先生就不像您 他受这份罪也并没有口出怨言呢 屈指这样 他可真把这当回事了 他一本正经地打着白领带 已然在谈论成家以后如何如何了 而且 他对威尔夫先生和夫人尊敬极了 我想 他俩也消受得起这份敬意吧 嗯 我想是的 在一般人眼里 威尔夫先生虽然严厉 但很公正 好极了 至少现在有一个人您对他不像对可怜的当格拉尔先生那样不留情面了 或许是我不必娶他女儿的缘故吧 说实话 亲爱的先生 您这么自明得意可真叫人受不了 我 对 您 来只雪茄吧 好的 可我怎么自明得意了 您不是一个劲地在这儿为自己辩解不想去当格拉尔小姐的理由吗 其实 这件事您大可不必多费心思 说不定 先提出解除婚约的还不是您呢 啊 嗯 亲爱的自觉先生 人家总不至于硬把您的脖子塞进门里去吧 好吧 说正经的 您真的想要回约 嗯 我肯为此付出十万法郎 嗯 算您走运 当格拉尔先生准备出两倍价钱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此话当真 我真的交了这种好运 啊 亲爱的伯爵 我想当格拉尔先生也总该有他的理由吧 阿尔北说这话时 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掠过了他的额头 啊 瞧您这又骄傲又自私的模样 好极了 我算领教了 您对别人的自尊心可以抡起斧子去砍 可若别人用针戳您一下 您就叫起来了 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觉得当格拉尔先生他 应该喜欢您 是吧 嗯 当格拉尔先生是个口味很糟糕的人 这事已经定了 他更喜欢的是另外一位 哦 谁 嗯 我也不知道 您得多研究多观察 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这对您会有好处的 好 我明白 啊 我想告诉您 家母 哦 不是家母 我说错了 是家父想举办一个舞会 在这时候举办舞会 嗯 夏季舞会现在挺实行的 你就算不实行 只要伯爵夫人愿意 也可以让他实行起来 不错 您知道 来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 七月里留在巴黎的都是真正的老巴黎 哦 不知能否劳驾 请您带我邀请二位卡瓦尔坎蒂先生 舞会定在哪天 星期六 哦 那时候老卡瓦尔坎蒂先生已经走了 可小卡瓦尔坎蒂先生还在 您能赏脸把小卡瓦尔坎蒂先生一起带来吗 您听我说自觉 我跟他其实并不熟 您跟他不熟 是啊 三四天前我才跟他初次见面 他的事我可负不了责任 您自己不是请他吃饭了吗 那就另当别论了 小卡瓦尔坎蒂先生是一位为人正直的神府介绍给我的 可没准神府自己就上了当 您最好直接去邀请他 别让我来当中间人 要不然改天他娶了档格莱尔小姐 您就该骂我插手这事 要来跟我决斗了 再说 我自己还不知道去不去呢 去哪 您的舞会呗 您干嘛不去 首先因为您还没邀请我 我这不是特地来邀请您的吗 您真是太好了 其次我也可能脱不开身 那我告诉您一件事 您就会乐意抽空上光了 您说说看 家母请您去 德摩尔塞夫夫人 哦 伯爵 我跟您说过 德摩尔塞夫夫人如果有事 是从不瞒我的 要是您还没体验过我刚才说的那种电流感应 那准是您根本没有这种感应神经的缘故啊 因为那四天里 我们除了谈您 简直就没谈别的事情 谈我 我真是受宠若惊 您知道吗 我们这是在享用研究您的特权 您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 哦 我在您母亲眼里也是一个问题 说实话 我还以为 以她的理智通达 她是不会这么喜欢想象的呢 哦 亲爱的伯爵 您在家母眼里 就跟在别人眼里一样 您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个问题 但您是个人人都在思考 却没人知道答案的问题 您对大家始终还是个谜 所以您大可放心 不过家母常说 她不明白您怎么会这么年轻 嗯 我想她在心里 是把您当作卡丽奥斯特罗 或德圣日尔曼伯爵了 正像纪伯爵夫人 把您当作露斯文勋爵一样 等下回您去看德摩尔塞夫夫人时 她一定会更确信那种想法 这对您来说是小菜一碟 因为您既有卡丽奥斯特罗的点金石 又有德圣日尔曼伯爵的机智出众 多谢您这么关照我 但愿怀有这种揣测的夫人们 不知对我感到失望 那么 您星期六会去的咯 嗯 既然德摩尔塞夫夫人邀请我去 您真是太好了 但格拉尔先生去不去呢 哦 他们一家三口都在邀请之列 是家父去请的 我们也会去请那位了不起的当代阿盖索 等威尔夫先生 但并不抱很大希望 谚语说得好 永不失去希望 哦 对了 您跳不跳舞 亲爱的伯爵 我 对 您 您跳舞有什么值得让人吃惊的吗 没错 要是我还不到四十 我不跳舞 但我喜欢看人跳舞 嗯 德摩尔塞夫夫人 她跳舞吗 她 她也从来不跳舞 你们俩可以聊天 哦 她很想跟您谈谈 此话当真 嗯 我用名誉担保 我还可以告诉您 您是第一个史家母这么感到好奇的人 阿尔贝拿好帽子 起身告辞 伯爵一直把他送到门口 走到台阶前 伯爵止住他 对他说 我在暗自责备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过于冒失了 我不该和您讲起当个拉尔先生 那正好相反 您尽管跟我讲 常常讲 时时讲 而且还要用这样的口气讲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嗯 顺便问一下 德艾皮奈先生 还有几天到 最多五六天吧 那他什么时候结婚 德圣妹让侯爵夫人一到就结婚 那么 等他到了巴黎 就请您带他来见我 尽管您说 我不喜欢他 我还是要对您说 我很高兴见到他 好的 您的吩咐一定照办 阁下 那么 再见 星期六节 咱们说定了吧 那当然 一言为定 伯爵目送阿尔贝离去 一边挥手向他质疑 等阿尔贝乘上了敞篷马车 基督山转过身来 发现贝尔图巧站在他背后 于是他问 怎么样 他上法院去了 在那待了多久 一个半钟头 后来就回家了 直接回的家 好吧 亲爱的贝尔图巧先生 我现在建议您去诺曼底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对您说起过的 那块小小的地产 贝尔图巧鞠躬退下 他接到的这项命令 郑重他的下怀 因此 他连夜就出发了